好,我們要繼續看到像你剛才我們討論 這個要把Google的部分給各位介紹完 上次我們是要到一個這個 天下公園員警們告訴你是一個這個Dial的Compact 兩個存在的這個香氣的話 好不好,一個Dial的Compact呢 讓它在三層面之下呢,要去進行這個反應 所以我們看到剛才你去講這個反應的發生過程 我會講OH 其中呢,這個OH呢 是可以被Potomatic 對不對,兩個都有可能被Potomatic 但是呢,他先做了一種Potomatic 那選右邊還是左邊 在卡爾教你的Pinacle 我會給你對稱的 我會來去預測 但是如果將來你遇到的會有不同的這個 這個OH在不同的環境的時候呢 他事實上是會選擇的 選擇是以哪邊的這個 UFO來去做Potomation 所以比較高喔 所以當我 Potomation之後呢 他是會是得到一個 這個好的一個Leaving Good 就是一個S2O的這個Leaving Good 然後呢 當這個分子呢 上面的S2O水分子呢 Leaving掉之後 這個變成是一個三極的彈中心 我這次跟大家講過 這個三極的彈中心呢 當他旁邊是帶一個Armode Hrp的時候 這個Armode Hrp的時候 這個Armode Hrp的時候 因為這邊的OH呢 還有額外的這個Number Hrp 它會去進行一個這個圓圓 它會去進行一個這個圓圓 要嘛是走這樣子的圓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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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A 這個是B 目的都是為什麼 第一步 如果我走的是A路徑 如果我走的是D路徑 如果我走的是A路徑 這個漸結會migrate 轉移到這個碳上面來 所以呢 它事實上是進行了一個縮緩的動作 這個漸結呢 是被轉移過來的漸結 新生成的漸結 對不對 這個碳就是本來的碳 然後呢 碳在這裡 這樣看得出來嗎 這次是不是一個碳震鏈 以前不是教過大家 在S1就看過一個事情了 當我產生了一個高峰火太陽的碳陽離子的中間體的時候 我有可能會經過hydrate shift A2 shift 得到一個更穩定的碳陽離子 這是我們教過你的高峰火太陽的人們 對不對 這邊發生一樣的事情喔 既然這邊是碳陽離子 我希望能夠讓這碳陽離子呢 其實轉移到另外一個更穩定的狀態來之後 我就必須要去做一個shift 對不對 這個shift有幾個選項啊 這個選項跟這個選項 好 不選這個選項 不會 這是什麼 這個是一個穩定的來源嗎 會找到這個看看齁 只要只能選了兩個AQ的部分 一個是這邊的這個碳電 一個是這邊的碳電 所以相對來講 這一個碳如果是離了這個路徑 那它會做什麼事情呢 回到這一個 好 我要給你一個 對不對 因為我是把這一個碳 轉到這邊來了 轉到這邊來了 好 所以兩個的目的都是什麼呢 因為啊 這邊的這個陽呢 它能夠提供一個額外的共振能 得到這個共振室 它呢 也是一樣喔 你會有另外一個共振能 你會有另外一個共振能 共振的hybrid residence hybrid 所以它的 它的排氧是不是變成一個比較穩定的 這跟我們別說 或者這個上學期的第一節課 教你的residence theory 共振能 會比較過敏 帶有兩的這些集團 我們把它叫做拍斗內底 拍斗內底 什麼意思啊 提供拍鍵的觀點器 提供拍鍵的觀點器 怎麼提供拍鍵呢 他們就是用它的 non-bounding long-air non-bounding的tons 在提供它的這個波動鍵 好 所以 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當我得到這個分子之後呢 它的下一步是什麼 環境當中的水進來 所以 Depotonation 你最後的最終產物 一定不會喜歡 它是 帶有地球的嘛 所以最後的水在半天之間 找出進來 把它的氣力拔走 回到產物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的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的 這個就得到 這點很同的 兩個都是對的 在之後 你將來有機會 在學校更深的有機的時候 那時候你就會告訴你 這兩個產物的產物 這個 contribution 是不一樣的 比例會是不一樣的 這是之後再告訴你 以後有機會 你有學到就再告訴你 但是 這兩個都是可能發生的產物 所以我們在 你看 這個 大俄裡面 除非我很告訴你說 它的比例很重要 或者你不用去很 這個 注意到它的比例的部分 但是當 比如說我們講到15章 馬上要告訴你15章的 conjugated 答應的地方 很多利用到 動力學跟熱力學控制的時候 你就需要去判斷產物 誰比較多誰比較少 這時候你才需要知道 但這是一個機制過程 從這學期開始 像這樣子的考試會非常多 題目會非常多 我給你一個其實物 給你一個產物 給你幾個產物 你要畫出他的產物怎麼得到的 我不會叫你憑空去畫 我會給你一個技術 給你產物結構都給你 你要去推推看 你要推推看 所以重點是 你要推的過程 所以我不會給你一個 很奇怪的題目 我會給你一個 你一定看過的題目 但是你要能夠 一步一步推到過來 我要看的是 你推到過來的過程 你是不是真的懂 那電視是怎麼跑的 我會叫你去挑戰一個很難的東西 好 這是上個禮拜最後給大家的一個題目 希望大家能夠去試試看 怎麼去找這兩個產物的過程 我們在上禮拜的課呢 最後 這個章節的部分呢 我想要跟你講的最後部分呢 是他的 Argo的這個 Destification 應該是D6 最後一個 還有一些比較細節的 就不講他了 這個 這個 合成裡面呢 用的少 但是分享用的少 在工業界裡面有的非常多 這個 直化的這個藏物的 這個 得到獲得 在工業界裡面是非常常用的這個 反應 但目前為止呢 他可能還是這個 反應當中呢 這個很很很常見的一個 大量去自備 紫化的一個產物的過程 利用的就是 這個 Argo 比如說 這邊解釋的是一個 你如果要寫成是 IUPS 怎麼寫啊 它就是一個 OK 對不對 三個 碳的 然後把後面的E去掉 多加一個 2 跟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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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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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它的脂類的腸部 相對於你的意思 以及什麼 水這個腸部 水這個腸部 剛剛是出現一個這個脫水的這個過程 這個反應非常常用 可是呢這個反應呢 這個在操作它的時候呢 不是很容易去進行喔 為什麼呢 這個反應呢 永遠都是一個平衡 永遠都是一個平衡 當我得到水之後呢 這個水又會反打回來 再踢掉大 又回到你的原來的腸部的部分 現在是屬於平衡當中 在你的唇跟你的酸 以及你的脂中間的限制 是在平衡的 沒辦法完全的去拿到你要的腸部 那你要怎麼去突破這個限制 你要怎麼去突破這個限制 該怎麼去拿到這個 這個 比較多你的產物呢 兩個方法 重要的兩個方法 第一 你要用到非常非常過量 非常非常過量的阿虎 強迫整個反應是往常務的方向去見行的 所以可能你一分子的酸 你要用到一百分子的吋下去 讓它強迫整個反應是往常務的方向去見行的 阿為什麼你不用這個酸阿 結論上齁 這個 看它的移除的容易度 比它的移除的容易是判斷 你用到用過量之後呢 你反應結束完之後 你可以移除掉你的這個反應物的微標準齁 第二個 還可以怎麼辦法做 你可以在反應過程當中 你不用加入 你還決定原 你可以加入這個儲水器 比如像什麼呢 有人會用這個Malocuse 有人會用一些吸水的 這個化學的這個物質 或是有人會用一些這個設備齁 就是設施 那種反應過程當中 加熱的過程當中 一直將你的水性帶走 帶走齁 所以你可以用很大量的損 或是可以用這個 出水器在反應當中 這個目的呢 就是要把這一個給拿除掉 拿除掉之後 什麼反應是不是就是往 有自己化學平衡 好 第二個比較有效率的方法 第二個比較有效率的方法 是呢 把你的地平純 它是會裹乾濃 然後 去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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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跟我們把這個叫做是一個 acid chloride acid chloride acid chloride 是一個吸氯的 這個來講 它是一個叫做 acid chloride 吸氯的化合物 加在一起之後呢 大家知道啊 這是一個很好的地平滾 所以 進來的時候呢 你的這個 OH呢 就可以打上你的Codeb 上去下來 踢掉你的p chloride 去完成整個反應 這個反應呢 可以在 這個 有機箱的機器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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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個脫性很強的這個多酸基的野生物 所以它很適合拿來去進行這樣子的質化的過程 好 所以這邊講到的是這個在子基的這個合成 子基的合成怎麼去做子 子類的分子 後面這部分呢 我們到了後面的章節的時候呢 如果我們散了到那邊的話 會再跟各位介紹更多的方法 但是這邊告訴你的是 你用純去跟這個酸發生反應得到子的時候 這是兩個很重要的這個方法 我們去做出它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開始跟你進入呢 這個下一個重要的這個關燈機 我們把稱之為是一個這個Ether Ether部分很快 因為Ether部分沒什麼反應好講的 它沒有幾個反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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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的捏角都可以打開 現在會玩了一個星期 大概一個半禮拜左右 登哥介紹了純類的分子的化學反應 其他的化學結構的特性 那這一些關人機都很重要 一步一步我們上次跟大家介紹過 我們從上個學習 有機的一開始登哥介紹了有機的開始 你的間解怎麼發生的 你的軌距怎麼被建立的 對不對 然後原子解怎麼共享這個電子 然後開始跟你介紹了 這些電子怎麼影響到你的結構的排列 對不對 我們講到這個 會有這個Future Projection Protective 告訴你說 你會有什麼Bulge Eclipse 然後會有這個N台的構型 那為什麼產生這樣子的排斥力 進一步的我們到了環狀結構 告訴你說這個環狀結構 因為它沒辦法自由的轉動 所以呢 它會有特定的環狀的形狀出現 比如像是在六環會有Chair Phone 五環會是一個Arrow 對不對 三環呢是一個比較 這個Richard比較大的這個構型 接著呢 我們可以跟你介紹 除了飽和劍 飽和的這種碳氣化物之外呢 進入了不飽和的感氣化物 進入了雙劍 Elky Elky 就是說很多反應發生啊 開始有雙劍會打出來啊 雙劍會去做這個HFD訊啊 會做這個Equalification啊 等等的對不對 接下來我們跟你講的三劍 Elkan Elkan 跟雙劍反應很像 只是呢 它有兩次沒有發生的不飽和劍 就是做一些動物照的反應 接下來告訴你 進一步的 除了探親見解 可以去做的事情之外 下一則會是 帶有OH的時候 這個OH 怎麼樣子去更新它的 這個反應精準去發生化學感應 所以我們就開始從 這個第十章的 這個Arrow 我可以叫做第十一章 它的化學感應 說它怎麼自費的 可以去講到 它怎麼拿來用 所以怎麼拿來用呢 OH就會拿來進行 這個 當中心去反用 對不對 你可以拿幾眼出來 把H給拔掉 變成是ACASA 你可以把OH呢 酸化變成是一個 H2O代正電 然後呢 就是一個好的地病粉 對不對 然後呢 你還可以把它做一個 這個 這個環媒的過程 把它做成是沒有OH 你會做什麼過程 你會做什麼過程 你會做氧化的過程 怎麼樣把OH做成是 LDI 做成是PITO 甚至進行 你不得可以把 LDI再氧化成是酸 的這個過程 所以慢慢的 我們在把我們 對整個反應的 複雜程度 慢慢的加增 慢慢的加增 好 所以OH下一個 複雜的結構是什麼呢 進入了所謂的 EASAN EASAN 為什麼三個放在一起 因為這三個的結構 基本上是很類似的 它不再是一個 COH 這樣的間接 而是什麼呢 它變成是一個 COC O C X C 就是把這一個 本來接在 這個氧或是 油上面的氫呢 蓋成了 它是一個碳 比較像是一個碳 所以它失去一些 反應的 反應特性了 對不對 為什麼 記得這件事情嗎 當我如果是H的時候 我H是拔的軸 我才不是拔的軸 當我是碳的時候 我把我軸 沒有H 不會被 我跟H沒有辦法被 拿離開了 對不對 對面是什麼 它失去了很多 反應的特性 它失去了很多 反應的特性 而它也 不會是一個好的 E-B-0-鬼 為什麼 你把他做 H之後 你要把他當成一個 E-B-0-鬼 讓他踢離開 更困難了 想想到為什麼更困難嗎 想想到為什麼更困難嗎 你要想一個問題 這邊如果是一個R 這邊是一個OH 這邊是一個R 這邊是一個OCH3 它要被拖 它要被拖離開 你傾向來講 它是帶OH5 以它來講是帶什麼 OCH3 這個 當然比它更多 對不對 它已經很 在電子已經很不開心 你開始推過來 是不是 所以這個一定是 反應性是更差的 所以在Eether Eepopsae 跟燒板裡面呢 它的反應非常少 我們只需要討論到 它的合成部分 以及很少部分的 化學反應 很少部分的化學反應 所以整個Eether的 在這個 有進化學院辦理小事處 那種是什麼呢 它是當容器使用 喔 看到聽到它當容器使用器 裡面就 安心多了 為什麼 當容器的人啊 不能夠就跟別人發生太多反應 或是 不會是一個好的東西 不然它就先手知道了 對不對 當容器 你在反應性當中 這個 少說也是別人的幾百個當量大 結果呢 你現在參與反應 那其他人要玩什麼 大家都不用玩了 對不對 所以Eether的反應性相對是比較差的 相對是比較差的 相對是比較差的 也就是說 它對齊它的這個 化學的物質呢 是惰性的 可是呢 它又要能夠分解 它化學物質 有很好的不容性 所以表示 這個能夠適合 當容器的這些分子呢 它都具有很好的 有基物質的溶解度 它必須要有很不好的 化學反應的反應性 化學反應的反應性 那它的溶解度在是什麼地方 它溶解度在是什麼地方 來自於它具有很好的這個體系 好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它的結構 以Eether來講 它的主結構是一個RO 這個RO 這個RO可以是同一個東西 也可以是不同的東西 可以是同樣的Metheal 也可以同樣都是Azio 也可以一個Azio 一個Metheal 所以這是可以同樣 可以是Az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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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zio是什麼 這是方向環的 Azio 所以它叫Azio 那它的 就剛剛跟你講 它可以對稱的 像這樣是對稱 這叫假謎 這不叫乙迷 你們所用到的那個乙迷 是兩個乙跡的 是兩個乙跡 這是比較容易去搞混的地方 所以一般我們在講Eether Eether Eether指的是 Azio 那你如果看到這樣子 理論的直覺 覺得它是那個E 因為它是兩個看 不是 實際上它是要看單邊 單邊 不是一個假謎 假謎呢 在你的 假謎的費鹹非常低 所以理論上你不太會用到它 在一般室溫下是氣泥的 是不是 如果是乙迷的話呢 它的會發性也非常低 乙迷就被黏在32度左右 可是呢 在32度之前 32度是被等 32度之前 室溫的時候 就已經看起來增大了 就看起來增大了 所以你在實驗室 如果在用乙迷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個人打開來 整個實驗室都轉在用它 那規道非常重 規道非常重 你不要就 真的在那邊滾它 那滾久的會 會滾下去 所以你是有這個 會讓你這個 比較 不得閃心 對不對 現在在瑪瑞就 瑪瑞就用了 好 所以這是一個Matic 這兩個差別的地方 一個是 這是一個 這個冰油滾 粉環的滾 這邊是Mass油滾 再進一步去看它呢 這個碳是一個 sp2的碳 這個碳是一個sp3的碳 待會這邊就告訴你 它的差別在什麼地方 我們就會告訴你 它在什麼地方 以一個影迷結構來看它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這個影迷的分子呢 它的結構上呢 是這個 一個氧 旁邊接兩個碳出去 對不對 中間有兩個 這個南方點的 這個 比較爽 兩對 所以它跟水啊 跟醇都很像 只是呢 它旁邊接的是 這個Oc件 所以反正常來講 在水是104.5 對不對 水的 H2O它的這個氧 跟兩個氫的 就是104.5 變成Oc件之後呢 因為Oc件它的這個 這個 這個電池的障礙增尬了 原子反正增尬了 原子反正增尬 它就把排射更開來 結果把它撐得更開來 就這樣 就變成115的這個角度 然後呢 它的整個 這個diple moment 整個barafi呢 是往 這個氧的這個 南方點的方向去進行的 所以它一個很好的集信 它是一個很好的集信 它是具有好的集信 但是呢 它又 不具有 可以拿來做反應用的 這個 H 溝通 所以它變成是一個 很好的 化學物體 可以拿來去分 高級性的 這個 Horganic compound 布容 又不會發生反應 這是它的主結構 很重要的一個因子 在這邊我們去比較一下 同樣都是很類似的結構 積分子樣條件之下 比如像是 Ethinol 跟Dymazio Ethan 這是 以醇跟甲米糧去比較 跟子樣一樣 對不對 這是同分異構物嘛 兩個是同樣的結構 但是它的這個結構 是同樣的成分 但是結構是不一樣的 跟子樣一樣 結果肺點啊 竟然差這麼多 以甲米來講 這個負荷層 以Ethinol來講 是78度 泰國斯類似的喔 所以很奇怪喔 他們的這個產品 來是什麼地方 為什麼會肺點差這麼多 還是那種我們最熟悉的 H H 對不對 如果你Ethinol來講 Ethinol這個O呢 可以扮演是一個 Hgbonding的Asceptor H呢 扮演的是Hgbonding的Donut 然後呢 你如果是一個 DymazioEther的時候呢 它則是扮演的 單純的Hgbonding的Asceptor 所以它沒有辦法去 提供一個波動 出來 當成是Hgbonding使用 所以以彌分子跟彌分子之間呢 只有靠很微弱的 待一步待一步 這個Hg存在的 它沒有具有Hgbonding的存在喔 所以 一般石油叫做米內分子的時候呢 它的肺點齁 是你要注意的地方 欸 你如果把這個O呢 改掉 改成是S 待會我們可以看到齁 它就變成是燒白 變成是燒白 燒白呢 你把它養變成SH之後呢 燒白本身它的認可肺點也不高 肺點也不高 所以燒白變得很可怕 為什麼 燒白很醜 我們在上個 上一節都跟各位介紹過的 這個SH的時候 沒有跟各位稍微再仔細介紹一點齁 RSH跟ROH 你會去取差的地方 不過把營養改成是硫而已 對不對 可是呢 你把營養改成是硫的時候呢 它的整個的 這個 布局性質齁 差了很多 化學電池也有差 這個 硫化物齁 本來就是一個 味道很鬆的東西齁 你應該多找耳朵過 對不對 在 可能在做實驗的時候 有看到過一些 DDR 或是這個BETA 叫做Denature的時候會用到 但是要小case而已 在化學實驗事件裡面 如果聽到 這個實驗叫做Style的人 他們真的很重 我一講很深奢 然後我大學的時候 我們隔壁實驗室都會在做 有損類化物 那是他們的其實 你就會發現他們的 學長們 大概都是帶著那個 防禦的面積 然後電動上都做 實驗室往外睡 然後我們就這樣奔三 你這樣在那邊走 它化學到非常重齁 所以 你看齁 如果你是一個 兩個遺跡 或者一個遺跡 或者是甲金 或者是燈環 或者是董燒取代機 下去之後 這些RSH 或是像RSR的這種分級 它這個真的是 奧妙各自不同 我們要形容它齁 這個Style的味道呢 有的像是那個 臭雞蛋的味道 有的像是魚臭料的味道 有的像是 有的還不錯 有的也像是 挺臭的手蠟筆的味道 然後 有的像是 呃 很腐敗的東西的味道 它那個東西呢 一旦沾到身體之後 都很難拿掉 就是 然後沾到身體之後 那味道會覺得身體都跟很久 我有一個學長 以前念書的時候有一個學長 就小心沾到 然後回家的時候 我就感覺那個 那個月都沒什麼回家 那時候姐夫 她是博士班的女生 好像都不太能回家 回家都被趕出來 因為真的不錯 整間房子都很臭 那個味道是真的要非常臭 所以加滿多的心 用到它的時候要非常小心 它很容易沾到女生 毒性是還 它但是真的味道會比較重 會比較重 到了燒白的時候呢 燒白味道會稍微好一點 比SH來得好多了 可是燒白本身的肺炎很激 那有些特殊的燒白味道也是 很不好 也是很不好 那 尤其像燒白到 進了燒白之後 它們會氧化 氧化過過的味道會再稍微好一點 像這個 少少少殺的一個 這個殺風 但是 這個會來能再實驗 可能會用到一點 但是 會來特別提醒你 在使用它的時候要 要比較小心 那就慢慢我們下看呢 像這個 這個 不同的這個 Easer 或是Butano 或是這個 Aquavol的這個異構 也像是這個 N-Butano 這是一個 這叫 冰醇 正冰醇 這個Butano呢 跟它很像的這個結構呢 就是這個 Tetrahydrofuran 這是所謂在實驗室上用到THL DHF呢 這個 結構跟它一樣 可是它們廢點也是有差 這廢點呢 大概 它用數量是廢點到一半二左右 這個是 N-Butano的廢點 所以你看 只差一個OH 會讓兩個分子之間的這個 呃 特性呢 會差的這麼多 然後你慢慢延伸下去 這是最常使用 這兩個就是最常使用的這個 純面 迷裂的這個分子 一個是DHF 一個是DiHF 一個是DiHF 這是以 這是以 以的廢點大概35度左右 所以 它的這個使用 是 是相對講演的 是好用很多 然後它融解性也很好 融解性也很好 純粹有一個很大的麻煩 是因為它的廢點低 所以它的這個 蒸氣壓很高 所以在使用它的時候呢 像我們一般在處理它 因為尤其像我們台灣特別的 在夏天的時候 做一些試驗 比如說你看到那個 EASER 或是那個 你們有用過的那個 DCM 在停止裡面 它就在廢點 真的夏天到 所以你看它已經在被分了 那是很麻煩的事情 然後像一下用這種容器 在做萃取 我們就學過萃取 對不對 像一下做萃取的時候 你一旦一搖它 它鎮氣壓很高 一搖它 這行就有 你看它這樣做會棒 你如果沒有適當的洩壓 你就炸了 它就會中一點鼻子 後面噴出來 不會真的炸過 你這樣會把你的 這種瓶蓋全部都噴出來 所以使用這些容器的時候 你會有低肥點燈機的時候 你會特別注意 比較特別注意 它在搖晃它 或是在操作的時候 它都會產生一些微型 所以這些分子呢 相較這個 純類EASER 跟純架一直在一起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會多出一些 這個它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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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y7 部分 所以EASER 它沒辦法去 跟它自己本身形成 H Wieble 可是呢 他可以去跟 這個 Done 所以你可以看 可以很容易 想想很高 EASER跟 UK entonces YESER跟 B 那 EASER 呢 也是一個 這個 我們剛剛講到是一個很好的溶劑 然後呢,它很適合來去溶解很多的這個POLA或NUN POLA的這個POMPOM 它是低費點,所以很容易被移除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這個費點低的部分呢,不見得是壞事喔 我做了白衣之後啊,衣色是很容易移除的 所以你只要利用這個CM你們看過的RUN Rapper,它就可以拿掉了 有一些溶劑就很難拿掉喔 比如說這個像DMF,這是一種這個DAMASHA,我們用底海 一種全類的這個溶劑 它的費點就比較高,可能大概650-160 所以你要把它抽掉呢,就要花很多溶劑 另外一個很麻煩的事情是什麼 你做出來的東西也是液體,它費點也那麼高啊 結果你在抽你的東西的時候就把你趕快抽掉 這個不會很奇怪喔 這個在早期我們在做,我前大學的時候 在做一些CROJECT的時候 就有一些化合物是沒有登過的 看起來結構不是很大,沒有注意到 結果每次做完呢,都覺得是不是正確喔 每次只要反應結束完,CROJECT抽掉之後 PG一層,什麼都沒有 然後想說不可能,一定是錯覺 你用這個溶劑溶掉去測光浮,這什麼都沒有 所以後來證明是什麼?它的費點沒問題 所以當我在溢出溶劑的過程當中,就沒有抽掉了 所以這一類型的這個,你的化合物的這個性質的判斷喔 很重要 你做出來的東西,你要對它能夠稍微有一點概念 它大概費點要到什麼地方? 通常喔,你的分量如果在100以下的是非常危險 可是它的這個費點很低 100、200之間呢,有一些化合物呢,還會被抽走喔 所以這些都要去評估你做出來的這個化合物的 這個分子樣的大小喔 那它的費值之間就是有關心實的 你一樣的分子呢,因為它具有一個很好的diple對不對? 它是一個很好的帶活鋒門 所以呢,這一類的分子很容易去跟這個金屬的這個離子把它給包覆住 所以如果呢,你今天手上有一個這個物質 有一個化合物,典類的分子是一個lisimada 這個lisim是一個第一代生電給它一樣 氧離子,金屬的氧離子 這個氧離子呢,它代生電給它是什麼? 它旁邊是有空軌的,它有空軌的對不對? 所以呢,我的easer的這個氧的東西 這個氧離子就會提供一個帶活鋒門去穩定出這個功能 幫助我們氧離子,然後把它包覆住 然後把它包覆住 怎麼包覆住啊? 把它跟它另外這一個附的這個nion也分開來 它這個lisimada呢,因為我們的easer本身呢 是沒有辦法去提供氫 跑去跟它產生一個正負電荷的這種氫線 或是正負電荷的氫線 所以呢,這個lisimada就不會被包覆住 它這有什麼好處? 你想想看,它這有什麼好處啊? 嗯? 不是? 不是,這有什麼好處啊? lisimada這樣子眼淚的分子呢,如果進入了easer本容積的時候 你想想看,如果lisimada在作法,你會希望它帶點什麼角色? lisimada可以當什麼? 當uquify,對不對? 一個還不錯的uquify啊 或是lisim chloride啊 都是一個還不錯的uquify啊 可是呢,它沒有時間是被lisim跟它一起綁住的 懂得性也不好 這時候我都使用easer的時候怎麼樣? 我的easer竟然會把lisim給包覆住 讓它閃破它的奧戴分開來 封開的時候它奧戴呢,就沒有拘束了 它就會自由自立地去攻打它想攻打的 而不會被lisim給綁住 所以它等於是解開它的封印,對不對? 所以是這樣子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 要把金屬罰手,像這樣的過程中 有兩個方法分一處 一個是什麼? 利用容積的守備群子都沒效應把你折開來 把氧基石給折開來 第二個方法是什麼? 我利用一種大的分子 這個灌密類的分子 我把這個金屬給夾出來 兩個目的都要做什麼事情啊? 我把這個正骨鏈給折開來 讓它們兩個不要靠在一起 所以複電盒就會展現它該有的特性 去做它麥克風的設計 我說在此之前 我的複電盒都必須把我電盒分給 缺電子的這個 金屬量E13MH 自然就降低了我的 這個NU5NU3ST的特性 對不對?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特性 你如果說使用的是一個ARCLE 不是用銘,而是用純鍵 然後要怎麼樣啊? 我的純裡面呢 這個LINECLE呢 還是會去穩定處理寫 可是呢 我的ARCLE,我的H呢 就有可能會去包吹這個F 我覺得我可能會把它包在旁邊 因為有正負電荷的關係 要可能把它包在旁邊 對不對? 然後呢 到底是什麼現象啊? 造成F也被偷彈 也被包住了 所以兩個都被包住的情況之下 它也不能拿去用啊 它就不會是一個很好的 這個 這個 融機來使用 它可以融解它 但是沒辦法去展現出 我的負電盒該有的樣子 所以這些融機竟然都可以做 可是呢 這是一個融解的過程 就是一個融解的過程 只是在ARCLE裡面呢 它是同時間擺冷的包吹 依這個米因來講呢 它只去穩定處理寫 把這個穩定處理量因子 把因因子給這個放出融 這樣子的過程呢 還曾經在我們以前所學過的這個 反應式中曾經出現過 出現過兩次 我們把米拿來當作 穩定處反應式器的出現過兩次 第一次在哪裡? 所以在上學期AOP的時候 我更多的介紹 它就走進去 這學期也講第三期了 所以它就融解很重要嘛 對不對 所以它就融解在幹嘛用的 把double棒打開來 做出一個 anti-magnetal OH的化妝 對不對 我把一個雙劍打開來 先贈一個OH出來 可是呢 OH價值很上去的地方是 唯一般magnetal 不發生 好 還是很膩的樣子 那相對是誰 你如果要去白特雙劍打開來 先贈一個magnetal 很誇張 一樣這種事情去做的時候 是要用什麼做 要用 osmocuration 用有機孔的方式去做它 對不對 所以在講到它用porention的時候呢 我們所使用的是一個 這個porent 不是diporent 一般來的porent 對不對 可是這個porent 這個porent是存在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porent呢 是跟THF同在一起 然後我們開始之後呢 這個porent本來它是一個 三類組的 有一個空腑域的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它用的是一個雙劑 B2H6 這時候我們都magnet了進來 這個magnet裡面的這個雙呢 一個porent就會封起不來到porent上面去 讓它形成是一個 穩定的 比較穩定的 那個 像 比如說 這部電腦是主要的這種 點滴子 可是它需要的時候呢 這個 DHM可能會掉 因為這間解是很多的 這間解是很多的 它需要的時候 我提供給你穩定你 但是當你不需要我的時候 你要去做白天的時候 它又當你去 所以這是第一次我們所學到的BH3THM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porent的四季 porent的四季 第二個還有很重要的地方 在哪裡啊 我們講到 歸尼亞的時候 對不對 這邊講說歸尼亞 你要用鎂心的鋼氣組織器 想像一個RMGX 那個MG的地方是會用Ether鋼氣 為什麼 沒有去改正電腦 所以Ether最難 也是去幫忙圓定住 那個magnet 美的空腑域 好 所以要想這件事情 那我是一直在講這個什麼空腑域 不空腑域 大家在講什麼東西啊 每一個原子 都會有它的這個軌域 對不對 你如果是有氫化合物 碳氫氧 氧 油 這些原子沒有問題 可是呢 你都只會想要是金屬 或者是有機金屬 有機金屬 有機金屬 紅就是一個有機金屬 什麼要金屬啊 我們就清楚定義是什麼 它會有出現軌域的 路易式酸的這個狀態 然後出現可以可用軌域的這個狀態 當我說一個可用軌域的時候 代表什麼意思 我周邊圍繞著 柯一點電子 但是沒電電子的地方 所以當我出現柯一點電子 沒有電電子的時候 代表你想 你會想要做什麼事情 我想去別人提供電子給我 對不對 那我想要別人提供電子給我 我就可能會觸發 下一個反應的發聲 好 那你又需要我去 這個扮演去觸發別人的反應的發聲 你又不需要我太早發聲反應 那怎麼辦 那你只能提供我一個 能夠稍稍的定住我的物質 意思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它提供了一對養的 養對養的熔配 對不對 其他有一對呢 可以進來幫忙去穩定住你的空軌域的部分 可是在你不需要它的時候 它可以去 然後去展現它改有的這個特性之外 空軌域的特性之外 往下做反應 這是原因為什麼這個easer 是你常使用的這個結構 就是我們剛剛跟你介紹過的 如果你要去拔清楚 另外一個選擇 就是使用這種crowneaser 它的錯法呢 又跟這個剛剛講的easer 手編曲有點不太一樣 我們剛剛講手編曲是什麼 是easer的分子本身 它出現一個 代光 moment 它會去補兵出 有人叫灌迷類的分子 crowneaser呢 它是 一個迷類的分子呢 它是緩起來的 這次迷類分子沒問題嘛 對不對 因為一個點我們是接看的 就是一個換迷類分子 這叫 這個就關火 十二光四 對不對 這個就關火 還有B平方塊 above A平方線 這三個是最常拿來使用的 最常拿來使用的 這三個不同的 這個灌迷類的分子呢 它屬大的特性啊 這個十二子的四子 它外有一個 總共的原子數目 然後呢 四子的是什麼 它有幾個原子 這三個哪裡不一樣嗎 很顯然是 十二、十五跟八 四五都不一樣 聽到什麼意思 我的環境內的結構啊是越來越大 所以它具有什麼特性? 它會對你的金屬螢幕選擇 它可以特性去加你加那加甲 加你加那加甲 這套特性呢 這個跟什麼很像? 你們如果在生物裡面有學過蛋白質的這個Ion channel Ion channel是不是會有這個Protesium的啊 Zodium的啊 還有一些其他的這個傳輸的 這個管道要講 你們有學過導體 它會有阿高玻璃對不對 水通道 水質通道 用的概念很類似 只是呢 在生物系統裡面它用的更複雜 它是利用蛋白質排列起來之後 它的傳統結構之後去排列出該口 去引導分子進來 然後控制大小 然後在這邊還會加入 像它會不會加幾個正點口 去排掉其他不應該其他分子 這邊沒有那麼複雜 它就是單純利用幾個氧 以及它的這個環的大小 來去fit不同大小的金屬 選擇性很好喔 選擇性很好喔 它選擇性選一個儀納甲 儀納甲剛好是什麼 分子是越來 這個圓中心陽液是越來越大的 對不對 照液葉組派下來 往下排的這個Size 是越來越大的 所以呢 控制出來之後 就可以把這個甲氫水拿走 我們有學過一個很重要的試劑 叫做什麼 Hotel infomagnus 叫過猛酸甲 過猛酸甲這個分子 這個鹽本身在有機箱中 就是不好的 它是天內的分子 你加有機的分子 你加有機的分子也不會有 什麼 神經的想法 農不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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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做反應 你看它做什麼 做氧化啊 它是一個很好的氧化式機 可是呢 你有機容器又不容 你的反應又不能用水 你就非得用有機箱去做反應不可 那怎麼辦 你就加進這個 再去做什麼事情 它會把KmNO4這樣子的一個送 把它的potassium呢 給夾出來 夾出來之後呢 強迫它是什麼 眼淚的性質被破壞掉了嘛 所以呢 你的ponagnus就溶解了 就開始進行它 該做氧化檔 所以這個反應很好玩 這有私大選做的齁 一個存分子在裡面 你要把氧化成梯桶 你呢 把你的這個分子呢 把它溶解掉 然後呢 再把你的這個 鋪膜酸甲堆進去 你會發現它現在像 一塊一塊小砂質一樣 不會溶 你只要再加進去 一個氧化石 它順便會溶 整個反應給置身 很快 它就能把鋪墊給夾走 夾走之後呢 我們的magnonite就跑出來 它有自己的化 所以這是利用這個分子的特性 去當它進行這個 這個營養離子的這個分離 營養離子的這個分離 好 所以前面跟你介紹完 這個離內分子 它的重要的化學特性 和物理特定之後呢 我們開始看看 你要怎麼對這樣子 依色的這個分子呢 進行這個密子的這個動作 進行的動作 IUPSC 待會兒可以看看 這其實應該都會了 為什麼 O 旁邊這個接的集團之後呢 這個其實呢 我們會把視為一個取代機來看它 這個取代機來看它 對不對 我們不會以大為取離嘛 這樣子的分子 它的署名呢 我們來叫做什麼 一樣為中心點 左右兩邊 左右兩邊呢 分開講 如果講說是ACO 你可以叫它帶來ACO Ether 但是你如果只叫它ACO Ether 大家也知道你在講什麼 表示兩邊是一樣的 表示兩邊是一樣的 然後呢 你如果是在 這樣子unstimetry的 這一種 這一種E Ether裡面來看它 一邊是Masio 一邊是Turbuteal Ether 那你要怎麼去 這個對它做B0的種子啊 你呢 可以去把它叫做 N-Buteal-Masio Ether 或Masio-Turbuteal Ether 但事實上呢 在這個 雖然它是屬名喔 但是呢 這個規則喔 你還是要以它的這個 alphabetic 就是你的智能順序 把它放在前面的 Turbuteal 這個是看B嘛 BVM 前面 這個Turbuteal在前面 所以它叫做Turbuteal-Masio Ether 但是這個 要不要緊啊 沒有那麼大的關係 因為已經一樣畫得出來了 一樣畫得出來了 好 進入它的這個 標準命名 這是我們學過的東西 它的標準命名 要怎麼去看它呢 這是一個標準命名的 這個 這是一個分子 這分子進來之後呢 你要怎麼看它 你要看這條鍊嗎 不行喔 以前我們所學過 對不對 OR 這個是一個攜帶機 主鍊是什麼 el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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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Gluv A是誰啊 Covacic acid Covacic acid 的衍生物 還有什麼 L的牌 Tone A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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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uv C 是誰 就像是Ateo Apaccio 這個其他的這些 Vinium 等等的 Nitro Coro 這些都會取代機 所以它在標準命名裡面呢 這個O所帶有的 這個法生之為C 是一個取代機 那要怎麼去看它 我們把它看它 這邊右邊是一個Messio而已 這邊的右邊是一個Isoporium 顯然這邊應該是主鍊 對不對 因為這邊的結構比較複雜嗎 看電比較長嗎 好我們看電比較長的 另外兩個字 1 2 3 1 2 2 3 1 2 2 3 一樣的 所以呢我們看到 1 2 3 這是2號 2號上面呢 主鍊是2號 所以要取得Pocan 對不對 是一個B1 這個Pocan上面有什麼取代機啊 2號位置有一個Messio 有一個什麼Messio Mess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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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Messio是以前我學過的 玩幾個取代機對不對 你把這個YG要加上OSY 代表的是它後面這個Pocan上面 是一個O 這個兩種 叫Messio 叫假氧基 假氧基 Messio 所以叫ToMessio ToMessio Pocan Pocan 另外這一個 這一個分子呢 它主結構是什麼呢 是一個Pocan 環幾碗 所以呢 它放上了一個 這個腳碗 這個 腳碗的 集團 Eason 你如果是在一個 俗名的話 你會叫做什麼呢 叫做Pocan Po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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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叫做Messi Pocan Pocan 一樣的 就是推回出原來的結構出來 你可以畫出原來的結構出來 可以畫出原來的結構出來 好 比較麻煩的是它的這個環狀結構 是它的環狀結構 這是一些常見的這個 Cyclic 指的是環狀的一類的分子 這環狀的一類的分子 這環狀的一類分子呢 它是一個Hetrocyclic 指的是什麼意思啊 是一個雜環分子 這是我們所學過的雜環分子 雜環分子 雜環分子裡面 什麼叫雜環或什麼叫雜環 相對雜環 還有什麼 這是你們所學過的 這個Cyclic Elcan 環環類的分子 或是環蜜類的分子 它放進去的非碳的原子夾在中間的時候 就稱為是一個大環類的分子 這才是以Ostic為主 所以在Ostic裡面往下看喔 你從三個碳 四個碳 五個碳 六個碳 叫三個碳的 叫Ostic 那它還有一個名字叫Ostic 叫Ostic 然後呢 你如果四個碳的 這叫Ostic 叫Ostic 所以把前面變換掉 你說Posicaltic 指的是什麼 四個碳 這邊是在這個 它叫Posicaltic 這是它的命名 這個很煩 你不會靠你這個 但是你要知道 你將來看到它 真的要知道說 看到這個名稱 真的要講是什麼 像這是Furan 這是Pyran Furan 就是五個 這個圓環裡面夾一個氧 夾一個氧 我們剛剛講過THF THF叫什麼 Tetrahydrofuran 什麼Tetrahydrofuran 什麼Tetrahydrofuran啊 把四個氫加上去一個Furan 就是把這兩個大火光也換掉了 所以它是沒有大火光的形狀 叫Tetrahydrofuran 這叫Pyran 這兩個你也都很熟悉 對不對 這就是你以前所學過 在糖類裡面的Duranos 跟Pyranos的原型 這是學過的圓環的糖 這是你所學過Ryros Pyranos是什麼 你所學過的 Muthos Gratos 就是Pyranos的原型 原因就在這裡 它的原理就在這裡 字源就在這裡 一個是Duran 一個是Pyran 在這邊呢 這樣子的這個名字 這個結構呢 你把它叫做是Ossan 或是Ossan 或是Ossan 或是你都不用去Beta 這個如果是化學型 我覺得還有幾幾個 但是這個你們這樣 遇到的機會不大 你只要知道它的原始力 你就可以了 然後呢 這邊是一個兩個洋 叫Diosan 叫Diosan 它就是Diosan 它就是Diosan 所以你去試試看 畫不畫得出來 你要看得出來 Diosan 所以 試試看它這個Diosan 就是來自這個Diosan 的字源 事實上Diosan 是來自這個 這樣子的結構 上面帶有四個 Diosan 好我們到了回來呢 會跟你講幾個 簡單的反應 我們要請你介紹這個 米類的分子的合成 好 應該講練習是幫你去找你 可能搞不清楚的地方 是大眾人 大眾人 好 我們再往下繼續看 這個Ether部分呢 我們大概可以介紹 一些Ether的合成的過程 這邊可以看的事情 跟我們所學過的 學過的最初了 學過的這個Ether 尤其是在EpaSite的部分 這是EpaSite的這個製程 EpaSite我們在三間的地方學過 就是在繁氧類的分子 繁氧類的分子 在三間的地方學過 雙線的地方學過 利用的是什麼呢 是這個Poacetanol IgAse 事實上我們這個是一個 MetaCololope Asic-EpaS 我們叫MCPPA 是嗎 MCPPA 它是一個過氧酸 這個過氧酸呢 會把這個雙劍呢 打開來形成一個氧的環狀物 所以叫環氧類的這個分子 你都忘記要去看 我們在第八章 就是Elkin 你剛才跟各位介紹過 MCPPA的這個作用的這個氣質 它這個做法上去呢 不要忘記了 它會形成是一個順勢的 兩個會接到同一個方向去 想像得到嘛 我本來這個雙劍呢 是平面的 本來是平面的 我的羊羊加乘上來 把這雙劍打開來 一定要重複的方向進來 要嘛從這邊 要嘛從這邊 所以本來產生那邊兩個氫呢 是會同時到影響 要嘛往下 要嘛同時是往上 所以所得到的產物呢 會是什麼 會是一對金像一勾 因為呢 要嘛是朝下 要嘛是朝上 要嘛是一對金像一勾 這講到立體化別的部分 但是 你要記得這件事情 這兩個羊是要朝同的方向來 朝對方向來 好 好 確定一下 這個環氧類開 好 開環是在這一段 好 最後給大家看看 最後會告訴你 這樣子的環氧類的這個分子呢 它可以拿來被開環 那開環的過程中 你怎麼選擇 開環的位置 好 怎麼把它打開來 所以 很多的這個方式可以去選擇 你可以做很多不同的這個觀點計畫 其實有機就像 這段片各位想說的 我們就像是在拼積木 你要把積木拼起來 過程當中 你要幫下一個積木線上 安排它的東西 所以你要不斷的在幫積木做這個 應該再堆疊上去 好 再控制它的積木堆疊的方向 跌錯了 你現在積木就上不來了 好 所以我們就在做這個過程 好 然後這邊是一個 這個Ospin的這個名稱 這樣你不用去騎它 你只要知道是一趴賽就好了 只要是一趴賽就好了 我們不會去考你這個 記憶的 不會考它的這個命名的部分 這是燒白 燒白的這個結構呢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把這個羊呢 改成是瘤 變成是一個 這個叫油麵內的分子 油麵齁 就是一個燒白的這個結構 油麵齁 油麵齁 看到T-H-I-O這個字 指的就是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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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你如果看到八字熟 另外一個名詞叫mecapto mecapto mecapto指的也是瘤 所以你們在用到的那個 Dignature的那個 草礁Dignature 在最剛才是Dignature用的 那就beta-mecapto-ethanol 它指的就是 你是具有一個 在ethanol的beta位置 具有一個sh的 mecapto指的就是sio 所以同一個字 同一個東西 所以你看到這種字熟呢 講的是瘤 這個sio字熟的也是瘤 都是瘤 還有瘤的意思齁 好 所以看到瘤 你要去對它做命名的時候呢 你可以把這個 本來是Akasi對不對 就是比如說Messasi Sasi 這種字熟 改成是這個 Aqsio 它做這個 這個命名的取代集 它做命名取代集 然後呢 你如果想它熟名的時候呢 它就跟米類的分子 是一模一樣的 比如像這個分子 它一個Messi 一個Binio的取代 我們就把它叫做Messi Binio Messi 所以這就是一個 這個 它命名的這個 標準的方式 過程 好 接下來我們要開始跟你介紹 米類的一些簡單的反應 真的很簡單 因為米其的反應可以講 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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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